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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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您來到心靈咒語我的頻道 我是心悸律師和正品醫師王立慧 今天新的一年開始 我們來跟各位聊一下潛水的好處 特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關於 真正有科學實證的 在生理的方面還有心理的方面的好處 心理健康方面在2020年 曾經發表過一篇研究 顯示出如果經常參加水費潛水的話 他的慢性病或是精神疾病而服用的藥物會減量 也就是說潛水活動對於人類的心理健康有正面的模型 那麼個人目前是Paddy這個系統 考到AOW 就是進階的Open Water這一集 那麼潛的經歷就是70幾坪 就算是一個初階的水費潛水學習者 但是今天要跟各位介紹就是在2023年 3月份的時候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一位教授 他接受了美國海王星100計畫的贊助 他到這個水下大約水深10米左右的海底小屋去住了整整100天 到6月9號的時候他才上岸 那麼他叫做Joseph Ditturi 那這一位教授他親身實驗 在海底的這個100天的過程當中 他也持續的把他的海洋經歷跟陸地上的這些學生們分享 至少與3000到5000位的學生有過互動 藉著這樣的機會讓更多的人了解 為什麼海洋對於我們如此的重要 那他做這個實驗住在一個海底壓力蠻高的地方 因為到水底的時候這個大漆壓 又加上了水的壓力 所以是在比在陸地上的時候壓力大很多嘛 根據他的這個研究計畫 他承受的壓力大概是比我們每一個人在陸地上表面所承受的是1.7倍的大漆壓 那整整100天科學家們研究了他的血液唾液 看了他的心電圖 看了他的腦波圖 看了他的肺功能測驗 看了他的頭顱的壓力 用這個瞳孔來檢測他的頭顱的壓力的狀況 然後也看了他的幹細胞 看了他的端立 還有偵測他的睡眠狀況 那整個100天下來的話 他整個人的這個發炎指數都降低一半 膽固醇也都下降 再來的話他的睡眠 最妙的是快速動眼期的部分 從4成左右變成增加到6成左右 那我們知道我們在睡眠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腦是沒有在休息的 還是非常活躍 特別是在做夢的這個期間 當然就是腦波非常興奮 那他就是被研究到他的腦波的變化 在快速動眼期這個部分的增加 表示腦是更加的活躍了 研究到他的幹細胞還有他的端立 端立我們解釋一下 在每一組的染色體的這個端點 都會有一小段的DNA 我們稱之為Telemer 那這個端立是2009年的時候 諾貝爾醫學獎的得獎獎項 他被發現就是每一次細胞分裂 端立就會縮短一點 意思也就是說年紀越老的生物 他的端立就越短 因此我們從端立的長度 就可以看出來這個生物體 他是老還是年輕 結果Joseph Dietrich 他在海底100天之後 他的端立增長了20% 這就是回春 另外的話他們也測了他的幹細胞的數目 經過這100天 他的幹細胞的數目增加了10倍 他個人主觀的感覺是 我整整年輕了至少10歲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一個海底壓力很大的地方 竟然是讓這個人的健康狀況更加的 逆齡啊回春 不但是延緩老化動靈而已 而是整個真的是到逆齡的地步 那我們看說 我們曾經呢 在第30屆的美國抗打劑再生醫學會特輯裡面 跟各位介紹過所謂的間歇性缺氧 我們當時有提到過呢 當我們的身體如果有hypothia 這樣氧氣稍低的狀態之下 我們細胞會很精準很靈敏的 很積緊的去偵測到你的濃度的改變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就會分泌 hypothia inducible factors 那這些因子被分泌出來之後 他馬上就會去調整你的基因的表現 那基因我們是遺傳到的 我們沒有辦法去動它 可是呢基因要表現 不表現如何表現 表現高表現低 這些都是後天可以改變的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身體偵測到 我們的氧氣有稍微波動變化的時候 它會很積緊的去反應 然後讓你的身體去產生一個適應力 因此呢 我們可以知道啊 Intermittent Hypothia 間歇性的缺氧對身體的好處就是有 可以改善你基因的表現 可以改善你的代謝的狀況 可以呢改善你的幹細胞的情形 也可以幫助你血管新生 這些都是目前研究出來的 那我們提到過說 間歇性的缺氧 其實它不一定是要你 沒有辦法呼吸真的到缺氧的地步 而是只要你的氧氣的濃度 或是氧的分壓有在波動 這樣的時候它就有 Intermittent Hypothia 間歇性缺氧的好處 就類似像我們在做高壓氧倉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個高壓氧倉 我們會慢慢的把氧壓力往上升 再慢慢的把它往下降 這個時候也是在製造一個氧氣的波動 這樣的時候呢 也會讓我們的身體同樣的 有產生 Intermittent Hypothia 的好處 那我們做 Scuba Diving 我們生前我們下去的時候 因為你的深度不一樣 你的大氣壓不一樣 你的氧分壓就是逐漸的在改變 這個時候呢也會誘使呢 更多的氧氣被溶解進去你的血漿裡面 還有使你的紅血球攜帶氧氣呢 攜帶的更加飽和 那這個 Scuba Diving 這樣的一個效果 其實也是跟你在高壓氧倉一樣 到把這個氧氣把它強強的打進去 做到你的紅血球裡面 只是說呢 我們不斷的被提到的 深淺 Scuba Diving 的最常見的危險 就是所謂的減壓症 我們叫Decompression Thickness 就是潛水膚病的意思 因為呢我們背的這個空氣瓶 它不是純粹都只是氧氣 所以它強強的打進去你的血漿 還有壓進去你的紅血球的東西 它就不單純只是氧氣還含了氮氣 當我們呢慢慢慢慢又往上浮的時候 因為壓力減輕了 這些氣體就往外冒出來嘛 那冒出來如果出去體外也就OK 那萬一沒有出去體外 它可能就跑到你的組織 這些Air Bubbles 跑到你的組織 或者是Air Bubbles呢 從你的紅血球跑出來之後 就在你的血管裡面流竄嘛 這個就是最讓多數人擔心的 最常見的一個併發症 那如果跑到你的關節裡面 你就會關節痛嘛 如果跑到你的肺的話 可能就會肺酸塞嘛 或者是呢在血管裡面很多的 Air Bubbles 小泡泡的話呢 就會造成你的血流不順嘛 這個原來都是用高壓養倉在治療啊 可是其實呢在2021年的時候 已經有新的研究報導出來 就是呢目前被認為這些Air Bubbles 在你的血管裡面的時候呢 你的免疫系統可能就誤認為 它是一個外來物 所以要去攻擊它 於是就誘發了免疫反應 因此才會有這些皮膚紅氧的情形啊 可能就會有發燒的情形啊 會增加了一些中性白血球啊 Metrophil 這些的數字會上升啊 就是造成一些發炎狀況 所以可以用一些免疫抑制劑來治療 也就是說除了高壓養倉可以治療你的 減壓症之外 現在還會用免疫抑制劑來治療你的減壓症 那減壓症我們剛剛講過 可能就是會有關節疼痛啊 可能再嚴重一點就是會噁心呕吐啊 也可能就造成你的皮膚紅氧啊 可能尿液有一些問題這樣 其實如果我們好好的去遵守潛水守則的 是不至於發生的喔 那再來的話我們要跟各位講到的是呢 在2023年的時候6月18號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Ocean Gate這個公司呢 他們就是五個人下去要去探測鐵達尼號嘛 那剛好這個小潛艇他也叫Titans 叫Titan號這樣 那他們要去探測鐵達尼號 結果下去就一個小時45分鐘之後就失去聯絡 後來發現他們是內爆 impulsion 就是從裡面整個潛艇炸開來 那當然有很多的說法 也就是說他們的這個潛艇你可以看到就是像一個這個小香蕉船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阿凡達的這個導演James Cameron 他也是一個非常熱愛海底探險的人 那我們可以比對一下Ocean Gate這一次的Titans 他是比較像是一個圓柱狀一個小橡膠船這樣 那當然很多人能批評說這個形狀做的不對喔 他們又用碳纖維 就是說碳纖維的這個耐受力也不對喔 在海底深的地方的時候承受不住海底壓力 有許許多多的說法 駕駛這個Titans的是Ocean Gate的CEO 他親自下去 所以他並不是罔顧這個其他船員的生命危險喔 只是為了賺錢完全不是喔 雖然他們每一個人都交了25萬美金 大家覺得就是還蠻貴的這樣 可是他因為他本身也親自下去探勘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熱愛冒險的人啊 那他確實也是很想要做一些改變喔 他就講了一句名言嘛 麥克阿瑟將軍說啊 人會因為做一些特別不同的事情而被記住 那我也相信我是做了一些特別不同的事情啊 那當然他也就被記住了吧 因為出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過呢 今天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呢 Ocean Gate在這個CEO去世之後呢 他們並沒有因為這樣子 就覺得冒險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啊 那我也相信這個五個人一起下海呢 他們其實都是有歷生死狀的 豁免對這家公司的追溯權啊 因為就知道說 下去冒險有一定程度的危險嘛 那Ocean Gate的Co-Founder 他現在回來接手Ocean Gate這家公司 他發了更大的宏願 他要帶一千個人上金星 我們平常都是去討論啊 比如說像Elon Musk 他就是要帶我們去火星嘛 但是Ocean Gate這個Co-Founder 他就是突發奇想 他認為金星更勝火星啊 因為在金星的周圍有一圈大氣層 所以他認為我們不需要Landing 著陸在金星上面 而是要設一個太空站 住在這個金星的大氣層裡面 可能更適合人類的生存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說 有的人他一生的天命 他真的就是要來冒險的 他並不是像一般人想要平安順遂的過一生 那麼我的潜水教練Luby 他也是講說其實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就是 深顧在海洋裡面的話 他也是甘心樂意的 因為他覺得海洋就是他的家 他真正的家 因此我們對於這五個人 他們在泰坦號裡面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們不要就是一昧的去責備人家說很愚蠢 因為我看到這個網路上有很多的批評 就是說怎麼會用碳纖維啊 這個形狀怎麼做這樣啊 完全都沒有安全考量啊 沒有技術啊 不夠專業啊 我覺得這些是我們個人很多的想法 但是他們也許認為他們本來就是願意冒險 他們也願意以生命作為代價來求得他們 滿足他們今生的天命 我認為也許 如果他們覺得他們是死得其所的話 我們應該就是忠心的去肯定他們的作為 因為其實呢 人類有很多的看似愚蠢的行為 都是必須要經過的 以便留給後人很多的經驗 讓我們知道去避免錯誤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很鼓勵大家一起來進入海洋 親近海洋 潛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你健康的事情 所以不要因為呢 可能會有什麼潛水敷病或減壓病 就去讓你畏縮 退居 不敢去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要真的去親近海洋 認識海洋 知道海洋與我們真的就是一體的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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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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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